趁着天晴,环保局清洁人员针对小姑娘小吃店周边进行消毒 轻消的重点原则上是以公共区域的部分人潮聚集点的比较多的地方 还有就是人会接触点的部分我们会加强消毒 夹局地分局也针对铁路街加强巡查工作 因为案4808为案3835小姑娘小吃店女性确诊者的男性友人 还迫及这名男性确诊者的儿子案4811 牛昌除了公布这两名新确诊者足迹 也说小吃店女确诊者还被挖角到其他小吃店 让她忧心恐怕成为万华群聚翻版 因此已经加强异调 并呼吁有接触过的民众主动向卫生局联系接受筛检 这个案3835呢 她是这个小姑娘小吃店的员工 她并不是老板娘 那此外因为她的足迹 现在还在整个调查当中 那还不是非常的清楚 不过呢 目前已经有掌握到的 她一起工作的人 大概有十多名 那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个疫调当中 那由于她可能没有非常确实的去交代她的一个足迹 那我们从她的同事跟这个小姑娘小吃店的这个老板娘那边也得知 她是在五月初的时候有到这个小姑娘小吃店来工作 不过后来她是被挖脚又到另外一家小吃店 所以我们正在持续的一个进行这个疫调的情形当中 同样被列为专案管控的成功市场摊伤确诊案 目前已经有六人确诊 其中一组摊伤还传染给两个月大的征孙 因此金融市政府匡列99人居家隔离20人自主管理的79人 5月25号下午统一进行快筛 昨天有公布的案4269 她是案3519的真孙 并不是她的孙子 她是真孙 所以她的年纪非常小 只有两个月 那目前整个成功市场 已经总共匡列了99个人 那居家隔离是20个人 那已经在做PCR的一个检测 其他的自主健康管理总共有79人 我们会在今天下午安排快筛来进行筛检 那如果是阴性的话 就是继续这个自主健康管理 那如果快筛出来阳性的话 我们就会安排做进一步的PCR的一个检测 另外林友昌也公布多名新增确诊者足迹 其中案4809是案3687的妻子 目前是台北某妇幼除工 案4810是家管 曾到过何家人及基隆庙口 案4811则在台北某社区担任救生员 曾在基隆某健身房重训 案4809的这个个案呢 他是在台北上班 是台北市某妇幼的除工 那目前有匡列的接触者7个人 他的生活其实上下班很固定 所以他在5月10号 5月11号 12号 13号跟14号 以及5月17号 他都是搭乘早上6点25分 从基隆往三重1802 这个的国光客运 此外是他在5月18号的上午 大概10点到11点左右 也曾经到安乐市场来消费 那目前安乐市场已经修饰 还有案4593是65岁老农民 女性有人在万华查试工作 案4596则是在万华 从事水电工程的45岁男性 两人感染源初步判断 与万华群聚案有关 相关足迹正在疫调中 记者张祈腾 记录报道